其他狗狗都要卖三百 而它只需要五十 珍妮无法理解 这个小家伙为什么这么便宜 于是像捡到宝儿一样的跑回家 但在未来的日子里 这只狗狗会让它们明白 什么叫贪小便宜 吃大亏 两人开心地把狗狗带回家 并给它取名玛丽 然后开始幻想一家三口的幸福生活 可刚来到新家的玛丽 就送给两人一份大礼 他故意将狗粮弄撒 约翰拿着扫帚回来 发现纯属多余 狗粮已经被这个小家伙消灭干净了 约翰把玛丽关到仓库反省 可刚断奶的玛丽疯狂吼叫 没办法 约翰只能把她抱到床上 第二天清晨 约翰被玛丽湿漉漉的舌头填洗 他睁开眼睛 枕头被玛丽掏了个大洞 漫天的棉絮让他如临仙境 可这样一只怼天怼地的小家伙 居然会害怕黑夜和雷雨 这晚 约翰把玛丽独自关到仓库 去接珍妮 回到家的两人打开仓库 都被眼前的壮观景象惊到了 破洞的墙壁 倒塌的桌椅和满地的杂物 夫妻俩对玛丽的破坏力感到十分震惊 甚至一度怀疑这只金毛的爸爸是尔哈 更让两人没想到的是 玛丽的小恶魔属性才刚刚展现 接下来的日子 玛丽更加放飞自我 一大早就叼走珍妮的内衣狂奔 冲破纱窗 翻墙跑到邻居家 一人一狗 满大街追逐 转眼间 玛丽长大了 可还是那样调皮捣蛋 横冲直撞 不管不顾 夫妻两人决定 送她去狗狗培训班 教练夸下海口 说就没有她驯服不了的狗狗 可这次 她遇到的是玛丽 面对教练的指令 玛丽不管不顾 依旧躺在地上耍赖 教练抓起绳子 亲自调教 没想到顽皮的玛丽 挣脱绳子跑掉了 又回头狂奔 将教练扑倒在地 毫无意外 玛丽被开除了 这个与众不同的小家伙 给了约翰许多灵感 他决定把玛丽的经历写出来 没想到 玛丽的故事 获得读者一致好评 倒是还给约翰出了专栏 没过多久 珍妮怀孕了 这一个又一个的好消息 让夫妻两人非常激动 约翰还送给珍妮一条 非常珍贵的钻石项链 两人幸福地拥抱接吻 可回头就发现 项链被玛丽吞了下去 约翰满脸嫌弃地用水枪 冲洗着玛丽的排泄物 粪便中那条钻石项链 闪闪发光 约翰陪伴珍妮来到医院做产检 医生却告诉他们 检查不到孩子的心跳 痛失孩子的两人心情沉重 玛丽也不像平日里那样 肆意妄为 她温顺地趴在珍妮腿上 默默地安慰自己的女主人 为了缓解妻子的心情 约翰决定带她出去旅行散心 临走时请来一只 喜爱狗狗的保姆来照顾玛丽 离开主人的玛丽 立马恢复本性 家里的沙发都被咬得破烂不堪 小保姆洗个澡都被玛丽调戏 旅行结束 小保姆已经被玛丽摧残的心态爆炸 马上收拾好行李跑路 经过甜蜜的爱情之旅 珍妮再次怀孕了 这晚玛丽坐在珍妮身边 一直不肯睡觉 她预感到了小宝宝要出生 夫妻两人赶忙起床收拾东西 玛丽也在一旁帮忙 孩子顺利出生 约翰害怕玛丽会伤害到孩子 就想把她送走 但玛丽却非常喜欢这个家里的新成员 玛丽一改往日土匪般的作风 成了小宝贝的贴身保镖兼保姆 不久后珍妮又怀孕了 为了孩子能有更好的生活和教育 两人商量换一个大点的房子 不久后 两人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 经过商议 珍妮决定辞职 做一个全职太太 每天除了要哄两个孩子 还要照顾不安分的玛丽 这让珍妮感到身心疲惫 今天她终于忍不住了 还和约翰大吵了一架 约翰也是一肚子委屈 晚上两人冷静下来 向对方道歉 他们都是为了这个家 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努力 两人冤定暂时不要三胎 但命运就是这么奇妙 第三个孩子出生了 转眼间几年过去了 玛丽虽然依旧调皮 但她更喜欢陪着孩子们一起嬉笑打闹 甚至赖在他们的床上睡觉 每天都会在校车下 等待孩子们放学 每个人都希望这美好的日子 可以永远延续 可意外还是来了 谁都逃不过岁月的侵袭 玛丽老了 不再像以前一样怼天怼地 就连上楼梯都要拼尽全力 一天晚上 害怕雷雨的玛丽却离开了家 夫妻两人冒着大雨四处寻找 孩子们也非常担心 约翰在树下找到了玛丽 此时的玛丽一动不动 安静地让人害怕 医生说他得了一种治愈率非常低的病 他可能坚持不住了 约翰不愿意接受这个结果 玛丽真的挺了过来 依然每天接两个小主人放学 陪着约翰散步 约翰却不得不放慢脚步 坐在夕阳下 一人一狗享受着最后的温馨时光 如同战事的玛丽最终还是倒下了 去医院前 大儿子抱着玛丽悲痛欲绝 这是陪伴她成长的伙伴 夫妻俩把玛丽小心翼翼地放到后备箱 准备送到医院做最后的抢救 临别时 珍妮抱着玛丽一遍遍地亲吻 一遍不舍地关上车门 经过治疗 医生建议使用安乐死 减少玛丽的痛苦 约翰把玛丽最喜欢的小熊 放到她的怀里 亲吻这个即将离开的家人 玛丽缓缓地闭上眼睛 她要去另一个世界调皮捣蛋了 约翰一家将玛丽埋在院子里 每个人都给她写了一封信 珍妮取下那条玛丽吃进去过的项链 放到她身边 伴随着一家人沉痛的心情 约翰缓缓盖上了墓碑 一只狗可能不如别墅 名车 名牌服饰 那么值钱 可是她不在意你的贫穷 富贵 聪明 或是笨拙 只要你付出你的真心 她就会用她的真情来回报你 好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 想看更多正能量电影的老铁 留下手中的币 制作不易 感谢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